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这节课的内容 在上节课的课程中,我们向大家分别介绍了 10进制,2进制,8进制,以及16进制 并且我们提出了几个问题 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异理 但是他们在不同的进制里面所表示的数字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学习一下 同样的,比如说我要表示一个数字词 那么在不同的进制里面,Person如何来区分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如何在不同的进制之间做这样的一个转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在Person里面如何表示这样的一个二进制 在Person里面,它要表示一个数字是二进制的话 它必须在数字的前面加上一个0b 这个大家记住了,加上0b的数字表示二进制 好,那么我们现在要来表示一个二进制的一流的话 我们的完整形式应该是0b10 前面这两位是二进制的特殊的一个表示符 不免10表示二进制的一流 0b10这个就是一个数字 那么我们尝试着现在来看一下 它在十进制里面表示的到底是数字是多少 这个就涉及到要把二进制的数转化成十进制的数 在Person里面,你不需要使用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或者函数 直接在IDL1里面回车之后,它会自动把上面的二进制的数转化成十进制 显示出来的就是十进制的数 同样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0b11 那么大家猜一下0b11表示多少 10表示2对不对 那么在加了1的之后表示多少 3 好,这个就是Person里面二进制的一个表示方式 那么二进制说完了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八进制 在Person里面如何来表示八进制呢 就像我们用0b表示二进制一样 我们同样可以用0和字母O来表示这样的一个八进制 大家注意第一个是0,第二个是O,字母O 好,那么同样我们看一下八进制里面的10 它转换到十进制是多少 8 好,那么同样的话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是0欧,1,1,大家觉得是多少 9,对不对,因为加了1 好,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如何表示十六进制 十六进制是用0x来表示 同样我们看一下十六进制上面的10表示多少 16 然后我们还可以看一下0x 我们用一个1再加一个f来表示 31 那么我们有些东西有可能要问 0b表示二进制 0o表示8进制 0x表示16进制 那么十进制是什么表示 十进制就是十进制 没有什么特殊的符号 你在这里打11 它就是表示十进制的11 好,那么我们刚刚学习了如何在Person里面表示不同的进制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来学习一下在Person里面如何做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进制之间的一个转换 比如说我想把二进制转换成八进制怎么办 我想把十进制转换成二进制又怎么办 那么我们刚刚的内容里面我们在用这个0b11直接回车了之后 显示出了3 当时我跟大家说 如果你在这个IDLE里面直接回车之后 它会默认的把这个数字转换成十进制 那么十进制这样转换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如果我不是要把一个数字转换成十进制的话 我们可能还是要借用一下Person给我们提供的一些转换的方法 来实现这样的一个进制的转换 好那么我们首先来学习一下如何把一个其他进制的数转换成这样一个二进制 我们在之前的课程里面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type 这个type是一个方法 关于方法我们后面会详细的找到 现在大家只需要知道方法就是它具有一定的一个作用 可以实现某一项功能 那么type的一个功能就是查看某一个Terson变量的这样的一个类型 但是我们的定这个方法就可以实现把其他进制的数转换成二进制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把十进制转换成二进制的话 我们就借用定这个方法 然后里面输入一个十进制的数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方法的运行结果是多少 0B1010 它转换成这样一个二进制 那么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八进制是如何转换的 比如说是0O7 好我们再看一下 它又转换成了二进制 同样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十六进制 0X 0X我们用一个E 好这个十六进制的数 我们看一下它的二进制是多少 0B1110 所以说大家要记住 另一方法可以实现其他进制的数 像二进制的转换 好那么我们接着看一下 如何把任意数值的数转换成十进制呢 同样有一个方法 INT 这个INT大家应该很熟悉 之前我们说到过了 INT可以表示这样的一个整形数字 对不对 但是在这里的这个INT它是一个方法 这个大家要区分一下 那么这个方法 比如说我们把一个0B111 这个二进制的数转换成十进制之后 是多少 7 同样我们还可以再来尝试一下八进制 0O77 好我们看一下 63对不对 好接着就是任意进制的数 像这样的一个十六进制的一个转换 方法是什么 HEX 比如说我们要把一个十进制的888 转换成十六进制 我们看一下 得到的是0X378 好我们再举这样的一个八进制的数 0O7777 好看它是多少 转换成十六进制 0XFF 好那么之后还剩一个什么 还剩一个像八进制的转换 八进制同样有一个方法 OCT 我们加入一个二进制 0B111这个数字 转换一下看一下 它得到了0O7这样的一个八进制的数 好最后就随便举一个例子 我们直接举一个0X16进制的数 0X777 好我们看一下它转换成八进制是多少 就是这个数字 好这节课我们终点学习了 以上的这样的一些进制之间的转换 大家可以记住B 我们再总结一下B是向二进制转换 二进制转换科学的基本知识的话 还是需要大家了解和掌握的 好朋友们 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 是的 好朋友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